各位早上 歡迎收看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艾剛偉 受到高空反氣船影響 香港今天天氣繼續有熱又曬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見到高空反氣船的支配下 華南地區至南海北部 依然萬里無雲 所以香港這邊都不例外 預計今天繼續陽光充沛 天氣是酷熱的 如果看遠一點 在菲律賓爾東海域這邊 我們看到有些厚實的雲團 其實就是今早 增強成為一個熱帶低氣壓 預料這個熱帶低氣壓 會向西北方向移動 而向呂宋海峽一帶 看回本地的情況 留意學業天氣警告是繼續生效的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外出工作 或者進行戶外活動 就記得要多喝點水 注意防曬 有需要的時候 陰涼地方休息一下 小心不要中暑 現在維港看出去 可以看到天色方面 已經是相當之好 至於氣溫 去到七點半 現在香港各區的氣溫 普遍已經上升到29至30度左右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天晴 但早上局部地區會一兩陣驟雨 日間是天氣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有33度 新界地區還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是最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最後展望方面 預料明天香港的天氣 繼續會是天晴和酷熱 去到今個星期的中後期 受到西藍氣流影響 到時香港這邊會多一兩陣驟雨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拜拜